可能是设计有辅助瞄准的原因 这几天总有粉丝问我用的是什么手柄 我自用的是这款北通的宙斯精英手柄 这大概是全网性价比最高的精英手柄了 和普通手柄相比 被剥夺了4颗红边际自定义按键 而且ABXY都是机械按键 相比导对焦按键触发更快 回碳效果也非常赞 而且手柄兼容Switch PC双平台 可以通过拆卸面板的方式锁度更换键位 方便多平台使用 官方会送4个摇杆帽 和两套不同高度的摇杆 加上手柄上原本就有的摇杆 总共有三种不同的高度可以选择 要知道微软手柄的兼容性远比PS4要高 这款宙斯和微软的兼容性基本一致 再也不用担心只有PS4手柄的玩家 抄的PC上没反应 或者无视配件位显示了 话说代表高2的手柄兼容性是真的好 非常值得其他游戏厂商学习 我选择北通宙斯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它可以完美适配Switch平台 去年在其他寝室用同学的Pro手柄 体验过一把马噪 在体积上 宙斯要比IS Pro更大一些 前者的机器按键在第一次上手时比较惊艳 而后者六显平庸 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NS操作并没有很大的信心 单独买个Pro手柄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多平台玩家 刚好PC和Switch没有单独配备手柄外设 还是非常推荐这款北通宙斯的 可以只花一份钱享受双平台的精英操作体验 这款手柄还有一些进阶的功能 不只能自定义呼吸灯颜色和震动强度 还可以自定义背部快拨键 或者自定义红键等 以上功能都需要通过北通官方应用进行调试 拿塞尔达黄也窒息举例 比如风弹和飞雷神 都是需要大量实操去练习的 如果手速比较慢的玩家 或者对游戏不熟悉的玩家 很难做出这些操作 但如果通过自定义红键 可一键完成所需的一系列操作 如果你不会设置也没关系 官网的教程有具体的参数 包括时间间隔 按键设置等 还有触发所需的前提条件 除了塞尔达 还有街霸5 动森等热门游戏的红设置方案 都是保姆级教程 设置也不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后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 设置不同的红键 玩法更加东样化 自定义红键这个功能 让我感到了北通 想要彻底颠覆手柄体验的决心 对了 刚才我所说的调试功能 只能通过有线连接实现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无线爱好者 改键或者调灯时 必须用有线连接 稍微有一点点出戏 话说月底就要出怪猎崛起了 猎人们的游玩时间 肯定不会少于上百小时吧 真的不怕原装JoinCon玩飘移吗 反正我是怕了 我的原装JoinCon 还是留给适合掌机模式的 休闲游戏使用吧 对我来说这是最经济的游玩方式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